你好 我叫朱哲 两个集资的哲 直接保护不经历 勃改 努力 不服输 朱哲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 他不适宜看上去有攻击性 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 怎么回事 小城那边怎么交代的 什么都不知道 大家从今天上来都吃点了 不是 一直在打怪 为了生殖而奋斗 检查房间天花板 与墙壁时间有无甚水 检查洗手间掉顶 有无漏水 因为他就是走到哪儿 都会习惯性地摸一下 这个地方干不干净啊 查 这间客房是换了一件 还是两件不小 他虽然嘴上在说话 但他眼睛一直在看着 酒店的四处哪里不够好什么的 很多时候饮料打盘在桌面上 但是就会挂几点在桌面下 所以要自己检查 他真的是被家里逼出来的 一个女生十几岁家境不好 家里不愿意供女读书 挣了钱以后 不给自己享用全都给弟弟妹妹 家人吧 欢迎会员 我给你们倒水 借我点钱助理管呗 我哪来的钱啊 五公你们俩升完大学 欠了一屁股债 都现在还没还亲呢 钱 你一见面你就算着我那个财 你也抢账 把财也交出来 妈妈就不会逼着你 要钱了 对不对 你爸怎么给他说这种骚主 你倒是有病吧 他是什么人 你难道不清楚吗 为了光他们读完大学 我流血流汗就只差卖身了 我把父母的责都包揽下了 他以前其实不太懂得 怎么去跟家里人沟通 因为被伤到心了 后来他其实也是在用一种方法 告诉家人 我也是会受伤的 两分四天 他大概是觉得 我早前应该把分子钱寄回去 我再给你 其实挺佩服他的 他能够从小城镇 从背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包袱 十几岁就出来打拼到今天的这个位置 为了在这个大城市去留下来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其实如果只是在职场的话 住者每一天过得都很辛苦 永远面带笑容面对别人 因为住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他不太说的 可是每次他很难受的时候 都会有人发现 你别心急 再多几天的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别闹了 不要放心 过来看 谢谢 太感谢了 但是他回到二十二楼 就是一个大姐姐 而且他就像照顾着两个 比他小的妹妹 有点像我跟于初慧的一个 粘合器 这很好的器 它单纯 很多事情它不多 要好好想想跟别人怎么沟通 接着 好 我懂你的意思 放心吧 我懂得自己 他也很爱这两个妹妹 这两个合作的人 因为能让住者感受到 在家里跟他弟弟妹妹一样的感情 人与人之间成为朋友 对你必须要打开 要去接纳 要去相信别人 你必须要去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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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十二楼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的避风港 一个楼层 有这样的一些朋友 那多美好呀 一定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